94岁 0172天,吉尼卡特·吉尼卡特超越老布什成为美国最长寿总统。 吉尼卡特是美国第39任总统,1977-1981年,他出生于一个种植花生的农场主家庭。 他与老布什的一生相比,还是有许多共同点。 在长寿,都生于1924年,有美马的婚姻。 卡特与夫人结婚72年恩爱如初,都曾是军人,都当了一届总统,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卡特任职内,实现了中美正式建交,他还接待了邓小平访问美国。 卡特热爱和平,在他总统任期内,就把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交还巴拿马。 他推动巴以和谈,争取中东实现和平。 因为致力于和平,他得过很多国际奖项。 1990年获费成自由勋章。 1995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费利克斯乌弗埃伯瓦尼和平奖。 1997年,印度英甘地纪念基金会,授予他英甘地奖。 1998年度联合国人权奖。 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去职总统后,卡特夫妇成立了卡特中心,致力于协调国际冲突。 在海地危机中,尽管美国战机已经起飞,卡特仍不顾危险,留在海地进行谈判直至最后一刻。 最终说服军政府交权避免流血战争。 他也是第一个访问古巴的美国政要。 他曾经三次亲赴朝鲜,化解朝核危机。 卡特离任后回到故乡时56岁。 他的农场破产了。 他一边撰写回忆录和其他文章来偿还债务,迄今已经写了33本书。 涉及他的生活和事业,他的信仰,中东和平,妇女旋力,老龄化等等。 卡特甚至还与女儿爱妮,合著过一本儿童书籍。 宁为史努格宝宝,The Little Baby Snuggle Freer。 凭借写作收入,以及每年近20亿万美元的总统退休金。 卡特一家过得不错。 卡特离任总统后,一直致力于公益。 其中一个专案给令人印象深刻。 国际人人家园。 在世界各地,为流离失所的穷人免费修建房子。 建房材料来自慈善均住。 建设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 离任后的每一年,卡特夫妇都会在世界各地的工地上,穿上蓝色牛仔裤和工作服。 作为七亿洲的志愿者工作。 因为卡特年轻时代会木工活。 所以三十多年来,他每年都会在建筑工地上到一周的木匠。 前年,因为年事已高,他终于晕倒在了加拿大的建筑工地上。 根据美国总务管理局GFA的资料,美国纳税人在卡特身上花的钱,比其他任何一位前总统都要少。 他在当前财年的总开支为45.6万美元,包括退休金、办公费等开支。 这还不到老布什,95.2万美元预算的一半。 另外三位在世的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每年花费纳税人超过100万美元。 卡特甚至没有联邦退休健康福利。 根据GFA的说法,他在政府工作了四年,不到符合条件的五年。 卡特说,他通过埃莫里大学获得健康福利。 他在那里任教已有36年。 联邦政府为每位前总统提供办公室,位于爱特兰大的卡特中心是最节俭的。 2018年花费11.5万美元。 根据GFA的资料。 奥巴马每年花费53.6万美元。 克林顿每年花费51.8万美元。 小布什每年花费49.7万美元。 周末傍晚。 想用完纸盘里的翻文鱼和西兰花炖菜后。 卡特会用开玩笑的语气,对相伴72年的妻子罗沙琳说,走吧。 小朋友。 小朋友。